在家里怎么养好金菊盆栽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金菊应该怎么养 那很多花友都喜欢买金菊盆栽 因为买回家的时候都是接着金灿灿的橘子 特别好看 那橘子凋谢之后 很多花友就不会养了 会出现大面积的叶片黄叶啊 黑叶啊 落叶 越养这个苗叶片越稀疏 第二年就很难再开花和结果 那如何养金菊才养的好 养的茂盛翠绿 每年都能结果呢 其实啊 只要懂得它的习性就可以了 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一木将详细的解答 关于金菊盆栽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养好它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 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金菊的盆栽 那今天呢 我们就以这颗盆栽为例啊 详细的来教大家金菊的养护习性 首先我们说金菊的第一个习性啊 就是它是一种非常洗阳光的植物 还是一种比较洗阴耐阴的植物呢 很多新手画有买金菊 都以为它洗衣呢 喜欢把它摆到室内 这是严重错误的 虽然你刚买回的金菊 它接着金灿灿的橘子很漂亮 但也不能长期养到室内 因为金菊它是一个洗阳之物 如果你养到室内没有任何的光照 它不仅会造成你的金菊果实大量的脱落 养到后来连叶片都会大量的脱落 最后你的金菊啊 就成了光感司令 就容易死苗 金菊啊 它只有在户外 它才长得茂盛 叶片也不脱落 而且呢 才会开花结果 你在室内养的金菊 它是不会开花的 懂了吧 所以啊 充足的光照 是养好金菊的首要因素 好的 接着我们讲金菊的第二个习性 就是它的浇水技巧 我们养金菊 浇水一定要学会观察土壤来浇水 浇水之前 我们一定要用手啊 摸一下它的土 如果摸到土壤 发现是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很潮湿 那么就千万别浇水了 因为它有水 你还大量浇水就很容易浪根了 那什么时候要浇水呢 当我们用手摸到土壤 发现土壤非常干燥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放心的浇水了 懂了吧 你采用这种方法浇水 你的金菊就永远不会出现 积水浪根的问题了 因为每次浇水前 你都摸了土 确保缺水 你才浇水 这样就符合金菊的生长习性了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金菊 对土壤的要求和换盆的技巧 那金菊喜欢什么土呢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种植物它不挑土的 什么土都能种 你路边挖的田园土也能种 家庭高端的营养土 它也能种 所以什么土都能种 虽然说什么土 它不讲究土质 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 金菊这种植物非常讲究土壤的什么 酸碱度 懂吗 那它是一种洗酸的植物 还是洗碱的植物呢 我告诉大家 金菊是洗酸性的植物 如果土壤的碱性太强 会造成你的金菊大量黄液 而且开花不良 结果不良 所以我们在家里养金菊 一定要学会定期的给土壤调酸 怎么调酸呢 我教下大家很简单 我们准备一些硫酸亚铁就可以了 我们把硫酸亚铁兑水稀释1000倍 然后每隔一个月给你的金菊浇灌一次 这样就可以让它的土壤常年保持酸性土 这就符合金菊的生长习性 它就不会黄液 开花结果效果就会好 所以每个月一次硫酸亚铁 大家一定要学会使用 好 说完土壤的问题 再来讲一下金菊的换盆 很多新手养金菊 一买回家 立马就给它换盆 这是严重错误的 因为刚买回的金菊 它还没有适应你家的环境 而且一般都带着果实 如果这个时候 你就给它换盆 会打乱它根系对营养的传输 导致不浮盆 容易死苗 而且容易 哪怕你活了 也容易造成这个果实的脱落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买回家换盆 一定要养一段时间 起码你的所有果实都脱落了 没有这个自然脱落 没有果实了才能考虑换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的金菊在大量开花的时候 千万不要带花换盆 带花换盆对植物损伤是最大的 一定要等所有的花朵 全部自然凋谢 你才能考虑换盆 懂吗 没有花朵 没有果实才能换 就像我现在这样 只有绿叶 你才能换盆 这非常重要 第三个 根系长满了才能换 根没长满就不要换 这以上三点都是咱们换盆 非常重要的技巧 好的 接着我们讲一下金菊对透气性的要求 金菊这个植物 非常喜欢开放通风的环境 你不要说把它养到 这个完全密闭的环境 不通风 这样很容易把它养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养到 开放的阳台去 那很多话又说了 我家里就是封闭阳台 通风性很差 但我又特别喜欢金菊 想养一盆 能不能养呢 如果你非要养 也是可以养的 但是大家要学会注意三大技巧 第一大技巧 我们在封闭阳台养金菊 一定要让你的金菊 紧紧的靠着你家的窗户来养 离窗户越近越好 因为这样既能多晒太阳 也能多通风 懂吧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直接关系到养护的成败 那第二个技巧 就是封闭阳台养的时候 你的金菊前后左右 不要再摆其他的植物 跟它挤在一起养 否则会大大影响金菊的通风性 不利于它的生长 第三个技巧 封闭阳台养金菊 你每次给金菊浇完水之后 一定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以上 这样它花盆内的积水蒸发的才快 不容易出现蒙根浪根的问题 以上三点 在封闭阳台养金菊的话 有一定要注意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金菊的施肥技巧 那我们在家庭养金菊 来到金菊的生长季节 就是开春之后 我们需要使用两种肥料 第一种肥料呢 叫做醋花醋果的肥料 就是它磷酸氧钾 这个磷酸氧钾 它是可以促进植物开花 和促进植物结果 具有做花做果的效果 而且呢 它零元素含量高 高零元素就能诱导植物花芽风化 让你的金菊开花更多 结果更多 所以这个肥料咱们是一定一定要用的 一定要用 注意了 那第二个肥料呢 叫做HB101 就是它 这个HB101在世界范围内 都是著名的植物活力素 你使用它之后 可以很快的打破植物的浇苗状态 促进植物的细胞分裂 让你整个金菊的根系茁壮 芽点更多 所以在生长季节 这两个肥料 我们需要混合来使用 具体怎么用呢 给您演示一下 吃肥的时候 我们首先准备一个盛水的容器 装上1000毫升的清水 看到了吧 然后呢 我们打开磷酸二氢甲 取一个小勺子 舀一小勺之后 洒入1000毫升清水之中 然后快速的搅拌均匀 让它溶解在1000毫升清水里 等它溶解了差不多之后 我们紧接着在1000毫升清水中 加入4D的HB101 1滴1滴2滴3滴4滴 好的 4滴加完之后 我们再一次来搅拌溶液 让两种肥料充分充分的融合起来 只有充分的融合 你这样这个肥料湿到土壤里 才对植物更有作用 懂了吧 所以我们充分的搅拌 好 但它融合的差不多之后 我们最后一步 每个10天 则是在生长季节 给金菊像这样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全部灌在它的土壤里去 每个10天浇灌一次 这样你的金菊生长动力 就会大大的增强 未来开花的量 结果的量就会大大增多 这是生长季节 10天一次 大家一定要用 好 说完生长季节 我们再来讲一下 非生长季节 也就是冬天 冬天气温低 我们就需要换一种肥料 换什么肥料呢 换成有机肥料 因为冬天它停止生长了 懂吗 这个有机肥呢 就是羊粪肥 那为什么冬天我们用羊粪肥呢 因为这个肥料 它非常温和 不容易烧根烧苗 而且呢 在冬天可以给金菊 提供大量的能量储存 还能够增强土壤的 有机制含量 改善土壤的团力结构 让你的土壤输松透气 肥沃蓬松 等于说羊粪肥 你用到土壤里 既养花又养土 可以理解我说什么吧 这样的话呢 你的土就会越来越肥沃 不容易板结 那用法非常的简单 在冬天的时候啊 我们每隔一个月 取适当的羊粪呢 埋到它花盆边缘的土壤里 就可以了 一个月你埋一次也就足够了 然后开春之后 再换回刚才那两种肥料 一年四季 这么交替的轮换来施肥 那么你的金菊啊 年年都可以开花结果 养的特别好 好的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 金菊的过冬技巧 那来到了冬天 我们怎么养它呢 南方的花友特别好养 因为金菊在南方 是可以户外露天过冬的 但是北方的花友 就要在室内过冬了 否则呢 户外很容易把金菊给冻死 那在室内过冬的时候 北方花友你一定要注意啊 既要在冬天给它增强光照 因为冬天光照弱 你要靠着窗多晒 第二个呢 就是要给它加湿 我们要准备一个喷水壶 然后北方花友冬天 每天早晚给它的叶片 像这样喷雾 喷两次 早晨一次 傍晚一次 这样可以大大增强 它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液 干肩和卷边的出现 那冬天咱们养护的第三个技巧 就是需要减少浇水量了 因为冬天气温低嘛 它的代谢缓慢 削水量减少 如果你还大量浇水 很容易造成金菊出现冻伤根系 或者浪根的问题 所以冬天呢 我们一般等盆土干透 然后少量的不点水 就可以了 好的 以上就是关于金菊课程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一木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下方的课程 我们下堂课再见啦